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论文抄袭遗云延烧 今天上午他在桃园立委郑运鹏和律师陪同下开记者会 提出了时间序自清 他表示2016年的2月1号 他跟指导教授陈明通的往来信件 能证明自己的论文草稿早于于正皇的论文研究 因为于正皇同年3月才提出研究计划 而郑运鹏也强调证据是用来止棒而非止血 是原创绝无抄袭 还是那句自己是原创者 民进党桃园上参选人林志坚二度开记者会 自清论文没抄袭 这回还翻出多年前的信件往来当证明 林志坚提出时间轴早在2015年下半年 发想研究计划 年底和教授陈明通开始着手讨论 2016年2月 陈明通还将林志坚研究计划的草稿 修改增补后寄回 而同时间另一个研究生于正皇才刚换论文题目 向他询问能否提供选举民调 强调没有抄袭可能 深线抄袭云的还有中华大学的硕论 被兰茵指控票窃科管局的研究成果 2008年的7月2号 后面才发生著作权的移转 前面所发表的相关的论文内容 都是有权发表 对国民党在这边进行混淆 说拿后面的这个报告说你前面抄 完全是错置时空 造谣抹黑 而且法治教育需要加强 记者会是用证据来止棒 不是来止血 林志坚要止棒 先把两起论文争议一次收清 这句是那位前台被报道 花费12亿整修的新竹势力棒球场 刚重启就引来复评 奎文6年22号迎来首场中华职棒赛事 不但是球员对场地很有意见 例如内野的红土太软 外野区的草皮还有小石子 而且接连两天比赛 已经有三名球员 分别因为跑了以接球而受伤 大师兄林志胜在赛前练习 准备回到休息区时 也是在下楼梯过程当中 不小心跌倒 幸好没有大碍 球迷更发现在观众席的地板 还被踩到破裂 露出了黄色基地 对此前新竹市长林志坚表示 已经协调市府要进行环境改善 观众席的灰色地板 被踩踏出一个个破洞 黄色基地直接外露 楼梯扶手面膝薄弱 一模过去沾满真寿 还能想象就是赤资十二亿 重金打造的棒球场 我觉得还需要很大的改进 花那么多钱这样很糟糕 多学习 然后来桃园棒球场 球迷真的气炸了 因为新竹市棒球场 睽違六年二十二号才刚重启 总统还亲自立临 没想到场地状况连环爆 还导致球员接连受伤 二十三号富邦汉将 外野手林哲轩 在扑街外野飞球时 不顾外野有许多小石子 重重重击到地面 导致左肩挫伤 马上退场休息 而魏拳龙张又鸣 在跑壘时滑倒 三类手刘基红 更被不规则弹球 打到手指 两人都在比赛 还没打完提前伤退 大师兄林志胜 赛前练习 准备回到休息区 在下楼时不慎跌倒 索性没有大碍 棒球场负贫如潮 更被球员批评 很像古巴的球场 而终止球员工会 基于安全疑虑 二十四号发出声明 要求暂停赛事 只是球场花了 十二亿工堂打造 品质让人实在难以接受 记者综合报道 在首都市长选战 新书对阵 民进党的参选人 陈时中跟台北市副市长 黄珊珊 今天都举办了新书发表会 陈时中这一场 抢先上午举行 双方隔空互别苗头 而在发表会上 前副总统陈建仁 卫福部长还有医介 都出席相挺 书名叫做温暖的魄力 陈时中开玩笑说 很多人说 是不是指涉别人 一个没有魄力 一个不温暖 但他强调 绝对没有影射之意 而他的家人 也默默出席发表会 两个儿子坐在台下 用行动支持陈时中 出版了新书 举行发表会 温暖的魄力 陈时中的 从一初心谈求学 担任意识到公职的过程 前副总统陈建仁 卫福部长次长 以及一介 都共襄盛举 但现场弥漫着 浓浓政治味 因为近来要 对后入座的很多 我只要请大家也不要 就是说温暖的魄力 那有的人就跟我讲说 那你得用紫色白朗 譬如说 你谁这样 有一个自己要选 竞争者 一个是没魄力 另外一个第四周 那个是没温暖 绝对没有影射之意 觉得 这是在 这是在影射我自己 一番话 笑说绝对没有影射之意 而下午台北市副市长 黄珊珊的新书 也举行发表会 双方隔空 互别苗头 相互较劲 这是一个出版的时间 相同可能是一个臭巧 那这本书大概就是在第一年 20109年大概七八月左右开始的吧 我印象大概是这样子 首都市长选战 新书先PK 而台式新闻也独家拍到 家人默默相挺 小儿子陈彦安就坐在台下 仔细聆听爸爸台上的致词 陈时中的妙语如珠 也让他不禁拍手支持 不时拿着相机拍照 帮陈时中记录这难得的一刻 家人很低调 平少也很少出现在镜头前 现在陈时中要参选 家人的支持很重要 我们身为家人 其实都会有点不舍爸爸的努力付出 但我们也觉得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 他为了台湾做很多事情 那当然做了决定之后 我们除了支持他 还是支持他的决定 陈时中转换到政治跑道 家人用行动做最坚强的后盾 记者小比先生台北报道 好热哦 台铁桃园站的冷气 却故障要休200天 引发热议 而在台铁的台中站 也因为铁卷门坏了五个月都没修好 民众干脆在铁门旁边贴上了 作品名称叫做延档的修复 升级为装置艺术 画面被抛网 不少网友笑翻 干脆直接省下来别修了 直接遍地标 钢板组成的铁门 整齐画一的写一边 下方还留有缝隙 感觉就是经过设计 一旁还贴上简介 取名延档的修复 创作的时间材质 尺寸意义表示 这里是台铁台中站 铁门弄得这么文艺 但这可不是什么装置艺术 简介也是民众自行贴上 后来被站务人员撕下 门是真的坏了 从过年到现在快半年了 没有修理 它可以变地标了 这是台中车站的特色 我觉得蛮像行为艺术的 看起来不像坏掉 台铁台中车站大厅 铁卷门故障 拖了好久没修理 有民众看不下去 把它升格为装置艺术 让人玩耳 小说直接省下来不用修 台铁回应真的不是不修 是没有零件修 已经没有相关的零件了 所以我们要重新购置 那重新购置的话 就需要跟市府的都发局 消防局以及监管局 进行相关的会刊 台铁规划将西侧原有铁卷门 全数更换 若招标过程顺利 应可在9月修复 日前台铁桃园站 因为冷气故障修200天 引发民众热议 现在台中站的铁门修了快半年 被说是装置艺术 也成了讨论话题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 因为新购物品销оду 池祭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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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啨 觉得呀 当vt 好的